我好在這邊設定 閃光跟閃氣泡 彥雅倫六月遭藥樂控訴不法拍攝 為成年性愛影片遭檢方搜索 至今生意多時 但她近日被發現 悄悄出現在作家馬鈴的臉書 參與好友公司普渡拜拜 照片中她戴著眼鏡穿著白色T恤 頭髮已染回深色 留著厚重瀏海 不僅素顏先生打扮還相當低調 跟以往的美男形象有些差距 同場還有藝人謝家見 嗯 從照片中可以看到閃雅倫緊閉雙眼 全程的祈禱 據說她在現場待了一個多小時 仍看起來很平靜 自從閃雅倫暫停演藝事業後 粉絲跟網友都還是非常關注她的動態 她這次意外曝光 雖然很素很低調 但狀態保持得還是很不錯 從另外一張照片看來 她仍有在健身身形保持得非常完美 而自從閃雅倫停工以來 身邊好友不免被問相關問題 Sandy表示有傳訊息給她 找她當代言人的高宇貞也說 合作雖然終止 但不會索取任何賠償 畢竟沒需要落體下食